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2020年这道一级整体 我们说在2020年一级整体里面 其实两刀案例均设计到了我们的软土路基的施工 所以由此可见它的重要程度 那么在18年19年20年的二件考题当中 每年均设计到一道软土路基的施工 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政府能够做一个着重的掌握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 这道题目是这么说的 他说在世界四里面 鱿鱼呢在这个标段 它有若干的鱼塘 水深呢它是低于两米的 塘底的淤泥厚度最大不超过0.8米 结果他给出了软土层的厚度是大于4米的 那我们这里的解题关键词就是软土层厚度 对不对 由于呢它是大于4米小于8米的 所以施工单位你采用抛石几鱼 或者是带装杀紧处理软机 对不对 我们说很明显因为你的软土厚度已经超过了3米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再用这种浅层处理的方法了 最合理的方法应该是带装杀紧 因为刚才讲过带装杀紧处理的软土厚度是大于几米的 是3米的 对不对 符合这个深度 所以呢最合适的处理方法应该是带装杀紧 这里是对我们软土路基处理的一个范围的考察 所以呢我们说对于这道题目 他就是问你两种软机到底内容合适 有问必有答 我们说带装杀紧很合适 理由是什么 理由就是对于抛石几鱼 它属于浅层处理 深度的处理是不超过3米的 对不对 而对于我们的这个带装杀紧 它处理深度是大于3米的 根据案例背景 由于他给的是4到8米 所以应该采用我们的带装杀紧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塑料排水版 我们这里面利用对比法来掌握塑料排水版的工艺流程 跟带装杀紧有什么区别 相同之处就是前三个步骤是完全一样的 对吧 你们可以看到就包括我们的准平原地面 摊铺下层的沙点层 一起继续久闻 是吧 一样的 不同的是接下来 它是先要给我们的塑料排水版怎么样穿一个靴 让它质量增加 对吧 接下来再插入我们的套管 然后再拔出套管 然后再割断塑料排水版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塑料排水版一卷一卷的 你这个地方用完了 自然要给它割断 对吧 所以它的核心供应其实就是关于穿靴 插入套管 拔出套管 以及割断塑料排水版 主要是这四个核心供应 然后两步也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进行积聚一位 需要给它摊布上层的谁啊 杀点层 说明这里面啊 关于数项排水体都需要做两层杀点层 那我们需要大家掌握这个重点内容 因为在你们的历史上数项排水体出现过多次的案例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第三种叫真空与压 真空与压 它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计算一下概念 那么在这个图当中给出了真空与压的示意图 首先第一个 大家发现真空与压和谁是好朋友啊 没错 和数项排水体 因为只有有数项排水体才能帮助我们把下面的水怎么样给它抽出出去 所以它必须配合数项排水体 同时有数项排水体就必须配合我们的沙电层 只不过它在沙电层里面埋设了部分的排水设施 比如说排水管啊 滤管啊 对不对 然后在它的上层覆盖成了一层保模 这样的话呢 就把沙电层它的整个呃 跟外部的大气隔绝开来了 用谁隔绝 用我们的薄膜隔绝 那这样的话呢 你呢 里面的管道利用我们的真空管 然后利用真空泵 然后将我们薄膜里面的这个大气给它全部怎么样 给它抽完 这样的话里面的压力就变成了零 然后外面在大气下墙下 自然就怎么样 自然就把这个水怎么样 挤入到我们这里面了 挤入到这里面之后排水管 把这个水呢 给它搜集完了之后 然后再给它怎么样 再给它抽出出去 然后抽到我们的沟渠里面排除出去 就是我们典型的真空雨压法 所以真空雨压它的要点是 第一就是你必须要配合我们的数项排水体和水平排水体使用 第二的话就是 你必须要给它设置我们的薄膜形成 才能有形成真空的环境 对不对 所以呢 一般真空法它主要是用在哪里呢 第一 软土性质很差 第二 土圆紧缺 因为在前面我们讲了 数项排水体它所配合的加系统有两种 一种就是主动加载 比如说我们往上面垫什么 往上面垫土 对不对 加土 对不对 做路低 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就需要大量的土了 是吧 所以说如果你当地是缺乏土人的 那你可以采用真空雨压 另外一个就是工期几 如果是工期特别几 你去加土加载 那么施工速度就会非常慢 对不对 你可以用它 好了 这是它的使用三位 好 在这里面我们跟大家展示一下它的实际图片 比如你们在这里所看 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 煞电层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煞电层里面所埋伏的就是我们的排水管 对不对 当然我们还需要接一部分的真空管道 对不对 好 那么在这个上面我们还铺设了谁 铺设了我们的薄膜 形成真空环境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真空梦 对不对 它进行抽里面的空气 形成我们的负压环境 对不对 这里是被抽出来的孔系水和气体 对吧 那一旦里面的水和气体抽出来了 那么我们下面的图题就怎么样 固解了 是不是 好了 这是关于我们的真空预压的原理 那么在2020年 教材对真空预压进行了一个变更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里说了 它预压的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对哪些参数进行监测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容易出现一道多选 或者是案例 那但是呢 在我们的2020年并未出任何的题目 我们需要今年格外关注一下 那我们这里说第一个就要对膜下的真空度予以检测 什么叫做真空度呢 好了 这里面你做一下解释 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抽真空之前 我们膜的里面和膜的外面都受到同等的大气压力 对吧 那么图体当中 它的孔系里面的气体和地下水 都是处于大气压力的作用下 而抽真空之后 我们薄膜内部它的沙电层里的气体 首先被怎样抽出 其压力逐渐下降至P0 内外形成我们的压力差 压力差 BirdP其实就应该等于大气压力减去 我们膜里面沙电层 这个压力下降之后的一个P0 对吧 那么这个压力差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膜下真空度 很明显膜下真空度越大 那么我们的这个内外的压力差就会越大 那么越容易把这个水怎么样 给它压出去 对吧 好 那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膜下真空度是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就是孔系水压力 我们知道孔系水压力 如果说越变越小 说明里面水就怎么样排除出去了 所以我们要检测 第三个的话就是表面沉降 如果下面软土里的水排出 那你地表可能是要沉降的 对不对 那么当然我们说不光地表会沉降 那么下层的土体也会跟着沉降 那么这个叫做我们的深层沉降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有可能会产生水平位移 因为你呢下侧这个软土路基 它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什么水平位移 这样的话呢 有可能会导致谁啊 滑坡 对吧 所以这里注意一下 因此我们预压参数的坚定 其实是包括 一个磨下真空度 另外一个是孔系水压力 同时还包括两沉降 一水平位移 好了 那这里大家就必须注意一下 那么我们在监测的时候 必须要注意监测频率啊 一般是磨下真空度 每四小时测一次 表面沉降的是每两天测一次 然后对于停泵泄降之后 大概一天 也就是24小时 我们还需要测一下地表的回弹值 因为你停止抽真空了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说就容易导致我们地表图产生什么 回弹 对吧 所以你一般在泄降之后 停泵了 已经停止抽了 泄降之后 那么24小时内 咱们必须要测一下地表回弹值 好了 这里面呢 关于监测的频率 好容易出现改错 大家注意一下 好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真空一样的步骤是什么 刚已经讲过了 第一 排水系统施工 第二 抽真空系统施工 第三 密封系统施工 第四的话就是怎么样 抽气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它的工艺流程图了 对吧 工艺流程本来就容易考察 咱们的顺序题 是吧 注意一下 好 最后一个就是 何时停止抽气 我们认为什么时候就可以停止抽气了呢 好了 符合下面三个标准当中的 其一个就OK 就可以停止抽气了 这个内容如果考的话 容易出现一道 问答题 问你停止抽气的标准有哪些 同学们回家背下就可以了 第一个就是连续五昼夜 实测成降 速率 如果小于等于每天0.5毫米 那么第二的话就是满足工程对成降 承载力的要求 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 低机的固解度 低机的固解度就是指的是 你这个水抽出来的情况 对吧 它固解的程度 那么我们说要达到80%以上 满足的三个其中之一 就可以停止抽气了 告诉大家真空鱼鸭在你们历史上 没有一次考过暗力铁 所以呢 它真的是一个被遗忘的考点 那很有可能在未来会实现重启 为什么呢 因为2020年对其进行了变更 所以我认为今年你可能还需要注意一下我们的真空鱼鸭 好那么第四个咱们来看一下 力量桩啊 什么叫做力量桩呢 我们给大家做下解释 通常咱们这个力量材料有哪些 力量材料呢 主要是由 沙 碎石 沙粒 沸渣等力量来作为我们的力量 力量桩的含义就是 我们在咱们的软土里面 给它打入这些颗粒意境比较大 透水性比较好的 这些力量 所以第一个你反应就是 我们这个力量桩 它绝对可以作为树向盘水体 是吗 没错 那么第二个 大家注意 那么这个力量 它通常包括沙 所以它也可以叫做 沙 桩 对吧 也可以叫做碎石桩 还可以叫做沙粒 桩 对吧 还可以叫做什么 沸渣桩 对不对 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在前期讲解 高路低 在进行拓宽的时候 一般高路低的下侧 它的路基是需要利用我们的沙桩等等进行处理的 那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希望下面的图体呢 能够尽快的进行固结 对吧 起到排水作用 好 这是我们根据已经学的知识 做的这样一个推断 好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 我们来看一下 力量桩 它还有什么作用 那么它还有的作用 就需要从它的施工方法里面来了解了 那我们说力量桩的施工方法有两个 一个的话就是振充置换 另外一个就是振动尘管法 振动尘管 大家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 对不对 比如说你看一下图页 图页就是我们先打入一个套管 套管下面带了谁 装靴 这样的话 整个套管就是封闭的 那么打入进去 达到我们的设计标高之后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往里面沉入沙子的力量 然后把这个沙子沉入进去之后 接下来我们的动作是什么 接下来请注意 我们是边振动边把管 那我问一下大家 给你画一个图 本来这是套管 对不对 套管里面我们已经加了这些材料 对不对 如果你是边振动 边振动这个管子 然后你边怎么样 边往上提 什么感觉 感觉就是我提上来以后 我发现因为我的多次振动 导致我这个力量怎么样 它比你的沉管的直径还要大 是不是这样的 想想这个环境 是不是我们边振动 边怎么样 把管 是不是接下来 其实你管子往下振动的是谁 振动的是力量 让这个力量 不断往两侧去挤压周围的什么 图体 对吧 这样的话 不断挤压周围图体 那对周围的软头 是有一定的紧密作用 很明显把周围的软头的孔隙 怎么样 减小了 水更容易怎么样 让它顺着这个数量排出体 排出出去了 所以 我们的力量桩 跟刚才讲过 带桩杀井最大区流在于 带桩杀井跟力量桩 都可以作为数量排出体 但是我们的力量桩 还起到一个很大作用 就是紧密作用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叫力量桩 叫紧密桩 它对周围图体 受一定紧密作用的 从而可以提高 这个图体的一个什么 低级承载力 好了 这是它的不同 好 那么这是关于我们的振动承管法 施工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咱们的振充置换 那么这里呢 给大家看就是振充置换 振充置换 它是需要一个振充器的 那么通常 在这个振充器的孔孔里面 我们会给它 充入高压水 那么高压水的目的 就是帮助我们来充击成孔的 成孔以后 我们会把里面的孔洞里面 扎子给它进行清孔 清孔干净之后 我们就开始往里面 放入谁呀 放入我们的力量 力量放入之后 我们就边振边怎样上体 你会发现 哦 原来最终我们经过这时以后 其实这个力量桩 确实向周围进行了紧密整理 它的直径 比你之前所形成的孔洞 直径要怎样大多 所以确实它也起到 我们的紧密整理的作用 好了 这是关于我们的第二种方法 好 那么这里大家看到这个图呢 就是在我们的软土路基里面 挤入了碎石桩的一个 施工现场图片 对吧 然后在这个地方 你们所看到 这就是我们的装靴 对吧 这个装靴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通常在 沉住管子的时候 要使用它 好 那么因此呢 力量桩的施工方法 有两个 一个的话就是振充置换法 另外一个就是振动承管法 我们通过这两个方法 得到一个结论就是 力量桩还可以起到 紧密镇密作用 同时还有充当 竖项排水体的作用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施工的细节吧 那么在教材里面指出 振动承管法 承装 它工艺有三种 哪三种呢 一次承管承装 什么叫一次承管承装 它就是 下掉以后边振边拔 就是刚才 林老师讲的那种 对吧 那叫做一次扒管承装 那么第二种方法 我们叫做 逐步扒管承装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在下料的时候 下完料之后 我们逐步扒管 然后每扒 50公分 就停止扒了 然后就保持10到20秒的振动 然后这一步做好之后 再重复刚才的做法 重复什么呢 重复再怎么样 再逐步扒管 再怎么样 再进行振动 所以它这里重复了几次呀 重复了两个步骤 那这个我们叫做逐步扒管法 那么第三个叫做重复压管法 什么叫重复压管法呢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下料完了之后 边振边提至哪里呀 边振边把这个管子提到我们的设计高度 然后再重复前几步 什么几步呀 再继续怎么样 再继续下料 再继续怎么样 垂机 然后再来提到上面 我们把刚才的前几步重新进行了重复 对吧 所以这里面是重复几步呀 三步 重复承管 重复下料 然后再重复振动 对吧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叫做重复压管承装法 那么在2020年的二件考题当中 虽然你们的教材跟一件教材一样 都只有这几个公义的名称 但是它考察了对该公法的理解 这说明啊咱们的一件和二件考题啊 难度应该是越来越高了 尤其二件现在难度都比一件难度更高一些 等一下我们讲完之后会给大家做一道题目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正中法的公义流程 你们教材里面把正中法的公义流程给出来了 这个公义流程曾经在你们的历史上考过多次选择 以及案例 希望你做一个重点把握 第一 转平原地面 然后再来进行正中期对中 然后再进行成孔成孔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清孔 清孔之后我们要进行加料正面 然后再关机停水 然后再支冲器进行移位 这个公义流程 然后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面多一句废话 就是关于我们力量装 力量有要求吗 有 这个要求从来没考过 但是我个人认为依然会考 为什么 因为力竞如果说过大 大家想一下 过大的话 你往里面进行振动 让它错位难不难 很难 所以不能太大 因此我们说要小于等于50毫米 但你不能太小 太小的话 它的孔系就怎么样 很小 排水效果就比较差了 所以呢 我们要求大于等于20毫米 所以这里给的是20到50毫米 那么含力量不应大于10% 为什么呀 里面含力量也多 孔系就被堵塞了 它的排水效果就会差了 是吧 所以这个未来 还有可能会出现题目 我们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咱们2020年这条整体 那么这条整体的背景 我就不再念了 我只给大家提示一下 跟我知道解题有关系的内容 比如说 它这个标段里面是软土路基 对吧 结果呢 我们用到是碎石桩做处理 那你就知道 碎石桩就是我们的力量桩 是吧 好 那接下来 它给了一个图 那么这个图呢 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个上面给的图 应该是我们的横断面图 对吧 你看我们在前期给大家补的图 多重要啊 你要脑补一下 对不对 这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路径宽度 这说明这是道路的谁啊 道路中线 我们只画了一半 对不对 另外一半没画 这是我们的边坡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旁边有一个构造物A 那么接下来呢 在下侧 它设置了构造物C B 以及下面的什么 碎石桩 这说明 我们的碎石桩 应该位于这个路地的下侧 软土里面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图就是一个平面图了 对不对 从上往下俯瞰它 我们的碎石桩的一个平面图子图 好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问题 就问了什么呢 就问的是 关于你这里的ABC构造物分别是什么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很多同学就一定会说 A是什么呀 A是爬水钩呀 对不对 那么B是什么呀 B是电层啊 C是什么呀 那就想不起来了 没有办法答题了 好了 我们建议大家在答题的时候 你们要注意 咱们现在公主工程考试呢 越来越像市政工程靠近了 市政工程非常喜欢将你的案例背景和你的答案 有一个对应关系 也就是说你的答案是什么 在案例背景一般会给你暗含点 那么这种提醒就是我们所谓的紧扣案例背景题目 那么对于这种题目呢 现在在我们的二件和一件里面均有出现 因此如果说你的图看不懂 你应该去看我们的文字 这样可以确保你的文字部分的内容理解了 图再看了 那么两者的对应关系找到了 答案自然就出来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读啊 他说了 他说碎石桩呢 采用了振动承管法施工 针对碎石桩施工 施工单位在施工前进行了承装紧密实验 施工过程当中 先开挖纵横的排水沟 然后将农田排水熟干 并清除表层的淤泥之土 清击后 先铺是了0.25米厚的几亿碎石 并且对其进行压实 然后再进行碎石桩的施工 那你很快就知道了 哦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讲过的呀 一般我们要先施工谁呀 水平垫层 这个水平垫层用到就是我们的几亿碎石 然后在上面布置我们的碎石桩机 对吧 然后开始进行施工 打完碎石桩后面 又铺了一层土工隔山 然后再铺我们的几亿碎石垫层 哦 读到这里你就发现 原来呀 这个内容我们如果给他画一个图的话 就是下面是碎石桩 对吧 然后碎石桩上面其实是有层什么 是有一层这个沙垫层的 但是我们说一般施工的时候 因为先施工我们的几亿碎石垫层 然后再来施工谁呀 我们的碎石桩 所以呢 它上面应该是一个齐平的这样一个概念 对吧 然后施工完了之后 我们上面再来做一层谁呀 做一层土工隔山 然后上面再来给他做一层什么 再来做一层我们的几亿碎石 哦 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对吧 那为什么要加这个这个土工隔山呢 很简单呀 当你受到压力作用之后 那么我们的土工隔山就起到一个加进作用 减少它成长的作用 对吧 所以你看到的很清楚 是吧 然后上面这个垫层 我们说的所有数量排水体都应该做两层垫层 对吧 那么它下面做一层垫层 上面还需要做一层垫层 哦 那就搞清楚了 那再回去看这土工之后 我们发现 这真的是 根本不用花任何的力气 对吧 得来全部费功夫 只要你仔细阅读了题目 你就会发现 哦 A原来是谁呀 因为我们要把农天水给它排光 所以呢我们挖了排水钩 那你就知道 哦 根据题目可以得到 A应该是排水钩 对吧 再来看看这个图 我们碎石装上面是谁呢 是我们的极配碎石 然后再往上面是谁呢 构造物B 构造物是一条线 那么说明构造物就是谁呀 就是我们的土工隔山 对吧 这是我们的B 好 那么构造物B上面有一定厚度 有一定厚度是构造物C 那是谁呀 那一定是谁呀 极配碎石垫层 这是我们的C 哦 原来这条题目真的就是送我的分哪 这五分 如果你考过 你曾经得当了吗 啊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紧扣案例背景 题目太重要了 好 接下来看一下 碎石装的工艺流程 它是这么说的 它第一步啊 咱们要 装管进行就位 然后呢 闭合我们的装靴啊 那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 将我们的装管 乘入地基当中 达到设计深度 达到设计深度之后 怎么办呢 我们往里面投入咱们的碎石量 然后再进行边振动边把管 把管高度是100公分 然后呢 边振动边向下面去压管 下高度是30公分 然后继续振动10到20秒 好 那么这里就无非就是 呃 把管 呃 振动 然后再进行怎么样 再进行重复 怎么重复呢 它说要重复 三四五六 哦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还需要 等到你振动完了之后 还需要怎么样 再继续往里面投入 再继续把管 再继续下沉 再继续振动 是不是 所以它把所有的工艺流程 又重复了一遍 因此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 成装工艺里面的第三种 重复性的这种方式 对吧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第一个问题 我就不讲了 已经讲过了 ABC的名称 就是我们压力背景当中 所给出的这个名称 好 第二个问题 我们说了 它说成章工艺方法名称 要给出来 怎么给出来 我们说了 根据刚才的工艺判断 工艺理解 我们说了 就是我们的重复这种方式 重复压管的成章法 对不对 那么它说了 除了这种工艺之外 还有哪种方法呢 哎 这属于我们的归类题 对不对 还有就是一次把管成章 另外就是逐步把管成章 对吧 好 这个考验请大家注意一下 好 那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第五条 就是关于我们的第五种方式 叫加固土装 那什么叫做加固土装呢 也就是说 我们在软土里面 由于它含水量非常大 然后孔系呢 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往这软土里面 给它搅拌入一些土 比如说搅拌入一些结合料 大家非常熟悉的石灰呀 或者往一些里面搅拌入一些水泥呀 那这些结合料就相当于可以 把我们的土体里面水给它怎么样 吸走 并且形成我们的水泥的一个加固土装 或者是石灰的加固土装 这样的话可以形成我们的复合体积 这就是我们加固土装的目的 那很明显加固土装 因为你往里面加入了新的材料 而且搅拌进去的装机 所以对我们的地基的承载力 是有所提高 第二的话就是 因为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刚性的加固土装 所以它的成价量就会怎么样 减小 所以呢 我们的减小成价 减小我们的供后变形 对吧 所以就是它的目的 好 那么这里面我们看一下啊 通常情况下 你往里面搅拌的材料是结合料 但是我们搅拌的材料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就是 通过空压机往里面喷入水泥粉 或者是石灰粉 那么这个就叫做粉喷装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 我们干脆把石灰和水泥 这类的固化材料呢 怎么样 先给它加水 然后拌合均匀以后 然后再给它搅拌入我们的里面 一般我们叫做姜喷 啊 姜喷 所以这叫水泥姜或者是石灰姜 它的一个呃 这个施工而形成的装机 我们叫做姜喷装啊 所以加固土装呢 主要包括两个 这个曾经考过一道选择 粉喷装和姜喷装 那我们这里面的粉喷装 一般我们叫做干法 然后我们的姜喷装 一般叫做施法 好 那么这里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在这个图中你们可以看到 干法一般情况下 主要用到一个单轴的搅拌机 然后我们先呢 在里面给它怎么样 再给它把土给它搅拌均匀 然后搅拌的同时 我们往里面要喷入些什么 喷入些水泥粉或者是石灰粉 那么这样的话呢 让水泥粉和石灰粉呢 跟我们里面的土体怎么样 进行充分的搅拌均匀 然后再进行固化 那么最后就形成了我们的粉喷装了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单轴搅拌机 它的施工现场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 那么这个是我们已经施工完成的 这样一个粉喷装的一个附和滴机 那么在这个图当中 大家看到的更加清楚 对不对 那么这里这个管子 就是往里面注入什么 往里面注入这个水泥粉的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咱们的施法 施法这里面 大家看到 它这里面通常用的是多轴搅拌机 比如说三轴啊 五轴啊等等 那么它通常往下先搅拌涂体 就是把涂体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 在上升的时候 往里面注入了我们的水泥浆 然后把水泥浆和土 再来进行搅拌均匀 那一般情况下 为了使得你这装体 它的固化剂更加跟土 充分反应 更加均匀 那我们一般至少要重复一次 也就是说 下去再搅拌一次 上来再往里面加些水泥浆 或者是水泥浆 再来搅拌一次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干法和施法的最终的目的呢 就是让你这个加固土装 能够和我们的土体充分怎么样 发生换月反应 能够更加装体均匀 那么它今后的强度就是比较高的 所以呢 经过大量的实验证明 一般施法 它不光现场污染是比较少的 就是粉尘污染是比较少的 另外呢 就是关于它整个成装以后 它的均匀性也是比较高的 好了 这是关于我们的干法施法的介绍 那么这里面大家所看到 就是我们的三轴搅拌机 对不对 两边是搅拌轴 中间是专门喷什么 喷我们的水泥浆 或者是水泥粉的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教材内容 那么在看教材内容之前呢 我们第一句话要给大家画一下 画什么呢 就是说你这种方法 到底可以用来加固哪些软土地基 它的受用范围是什么 那这里面是利用十字板 抗减强度来进定义的 我们要求呢 这种加固土的方法 它剩余抗减强度 大于等于10千帕 并且呢 有机质含量 要小于等于10%的软土地基 因为如果你的有机质含量比较多 那相对来说呢 我们搅拌以后 所形成装体里面的有机质也太多了 太多的话 那自然强度就会降低 所以呢 它给予这两个条件的限制 大家注意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材料要求 水泥第一个固化剂 我们主要采用是水泥 或者是石灰 那么这里的水泥呢 通常我们采用的是 普通硅瘦岩水泥 而且呢 它的强度一般为32.5G 这里大家了解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粉喷装施工的规定 那么这里面我们请大家注意一下 它的施工技术要点 我们刚才提到啊 对于我们的单轴搅拌机 在采用干法施工的时候 通常往下旋转的时候 那么一般是让这个土呢 进行搅拌均匀 然后从下往上提升的时候 是往里面喷入了一些固化剂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边旋转 边喷粉 边提升 这句话你们看懂了 那么第二个提升的速度 咱们需要做下控制 最好呢 为每分钟0.5到0.8米 因为如果说速度过慢 将会导致喷入的粉怎么样 喷入的粉呢 我们说过多 对吧 那有可能会导致咱们浪费材料 但是如果说你速度过快 那这个时候喷入粉的量就会减少 强度就会降低 所以在这里给了一个控制 那么这里的控制速度 我觉得你应该做一下敬意 那么当钻头提至到距离地面 0.3到0.5米的时候 也就距离你的地面太近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建议要停止沸粉了 因为这个时候你在喷粉的话 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粉喷出外面 引起我们的什么 引起我们的阳城 所以这里注意一下 好那么第三条说了 通常我们为了搅拌均匀 所以这里面要求啊 咱们在哪些范围需要进行第二次搅动呢 也就是副脚 那么这里说了 从地面开始 然后到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装长这个位置 并且呢 我们要求副脚的范围 要大于等于几米啊 5米 所以我这里不停在说 我们说这两种装啊 时光的重点都是 为了让你的固化材料和土体 一定要搅拌均匀 所以我们都是需要进行副脚的 好了这里注意一下 好那么接下来第四条说 如果你的粉喷量不足怎么办 不足那肯定强度不够了 那咋办 整装复打 就重新把这装再次进行复打 对吧 再次进行第二次复打 那我们说 复打的粉喷量 应不小于设计量 那如果当你遇到停电 机械故障的原因 使得粉喷中断怎么办 那也继续复打 比如说你下面 已经粉喷得到了这个装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停电了 这个地方中断了 怎么办 你让让二者之间衔接怎么办 那这里你再做这个搅拌粉喷的时候 你必须怎么样 重叠 重叠 也就是重复 重叠装断的长度 应该大于等于多少 大于一米 而不是等于一米 他要求你至少应该是多少 至少应该是一米以上 大于一米 好 这里注意一下 好了 复打重叠装的长度 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你需要注意一下 好 那么第五条 也就是你们2020年的一件问答题 就是如果你出现沉装 什么叫沉装呀 就是说本来我们的原地面 要求你打到这儿的 对不对 你装打到这儿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发现已经打完了 结果呢 这个装沉下去了 结果导致这一定的范围是空的 那空洞怎么办呢 他说了 跟你的常务来定 如果你的空洞 它的这个深度是在一米五以内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8%的水泥土进行回填航式 但是如果说你的空洞的深度 超过了1.5米以外 请注意 我们一定要重新来做 怎么重新来做 把你地方填上谁呀 速土 然后再原位重新再来补装 补装长度 因为孔深怎么样 再加0.5米 比你孔深还要多怎么样 多补0.5米 这个是你们2020年的一件问答题 好 接着来看一下第三个 姜喷装 姜喷装这里面注意一下 因为有水泥浆或者是石灰浆 所以呢 注意一下 它的浆液时间存放的时间不能过长 如果超过两小时就应该分气 因为已经怎么样 凝结了 对不对 那肯定是要废弃的 好 第二个 它跟我们刚才讲过的粉喷装一样 需要控制咱们的提升速度 但大家发现 我们这个提升速度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面有相同点 你把这个相同点注意一下 但是也有不同点呀 当钻头提升至 距离我们地面一米的位置 请注意 它还需要慢速去提升 然后当你的喷浆口即将喷出地面的时候 我们应该停止提升 但是依然 依然要怎么样 搅拌数秒 这说明什么问题呀 说明咱们的水泥浆或者是石灰浆 它呢 距离我们的原地面的时候 依然在喷 依然在喷 对不对 然后只不就是我们要放慢速度 放慢速度 主要是为了让它怎么样 搅拌更加均匀一些 好了 这个跟我们刚才讲过的粉喷是不一样的 粉喷是距离地面大概0.3到0.5的时候 就停止喷了 对吧 好了 这里注意一下区别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题目 处理软土地基 加固土装有哪些 很明显 加固土装就两个 一个是粉喷 另外一个是谁 酱喷 所以正选答案就只有我们的A和E 两个选项了 好 那么这里呢 看一下2020年的这道真题 这道真题说了 我们说在深过程当中呢 对于新拓宽部分局部路段 由于它穿越了软土地基 所以设计采用的是粉喷装 对软基进行处理 那这里处理方法就考察的是粉喷装 好了 他问题又问 他说粉喷装到底处理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去处理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第一提高软土地基承载力 第二个增加软土的稳定性 第三就是减少它的不均成价 那这个问题呢在交谈上是没有答案的 但是我们经过讲解 我们说软基它共同的缺点就是容易产生什么 两大问题 第一大问题就是容易产生沉降 第二大问题就容易产生谁呀 失稳 所以呢 你针对这个问题来答就可以了 我们说所有的处理方法都是为了减少沉降 对吧 另外就是提高它的成长能力 从而减少它的失稳 对吧 增加它的稳定性 是不是 所以答题一定要找到症结 我们软土路基虽然说教材没有讲这个粉盆装处理的目的 但是软土路基的病害就这两个 我们处理完的目的当然是为减少这两种病害了 所以你可以只答这两个也是可以的 就减少沉降 增加路基的稳定性 对吧 不就是这样的两个目的吗 好 那么再来看一下咱们2020年的另外一道真题 这道题目呢 它考察是关于我们的 一样的 因为我们这里面经过大量的软土地基 所以这一块呢 我们主要采用的是水泥粉搅拌桩 看到没有 依然是我们的粉喷桩 对不对 好了 那么这里就 就给出了事件一 他说 由于这个水泥粉 整体的这个搅拌桩在施工之前 施工单位进行了成装实验 然后确定了满足设计喷量要求的水泥粉搅拌桩工艺 包括它的搅拌速度呀 还有我们的专精速度呀等等 那么施工过程当中 施工单位按照规范要求 严格进行了质量检验 质量检验发现部分装体出现什么呀 下沉 下沉量在1.2到2.0米之间不等 这说明我们这样的考题考的非常非常的全面 对不对 这说明既有小于1.5米的 也有大于1.5米的 对不对 那你处理的方法都要给它回答 我们说了 1.5米以内怎么办 用8%的水泥土已经回填夯实 对吧 1.5米以外 咱们用速度回填 然后重新再来原位进行补装 补装的高度要求是 必须要超过这个孔深度 至少多少 0.5米 好 那么关于我们今天内容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同学们需要将我们前面讲过的 软土入基的几种方法 要做一下熟悉 尤其是不光要熟悉它的方法的含义 同时还要熟悉它的功法 另外还要掌握它的施工细节 那这个问题呢 同学们先自己去总结一下 到最后 我把软土入基这块全部讲完之后 我会给大家画一个思维导图 帮助同学们一起去总结 好 那今天的内容我们就讲到这里 咱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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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